看过王思聪爱犬王可可的待遇 你就能理解什么叫做人不如狗 2017年 王思聪在网上发布了一条百万悬赏令 号召众网友为他寻狗 表示要是能提供线索找到王可可 他会回报一百万奖金 但要是把狗给整死了 那他绝地三尺 也要剁了伤害狗的人 花费一百万只为找狗 这件事也只有王思聪做得出来 但要是了解完王思聪爱犬王可可的待遇 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014年 王思聪在上海的一家工厂 发现了一只走丢的阿拉斯加 后来王思聪陪他等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狗主人 于是他便将这条狗收养 并为他取名为王可可 几乎将他当成自己的亲女儿 从此王可可走上了狗生巅峰 狗链是爱马仕的 背的包是LV的 喝的水是飞济矿泉水 住的狗窝都是二十万的狗届豪宅 2015年 苹果手表刚刚上架 当无数普通打工族 还在想着何时打折时 王可可的两只前爪上 早已出现了两排 王思聪为此还专门发文 称本应该给王可可带四个 但是不想显得太土豪 于是就只带了两个 除此之外 王可可拥有自己定制的勺子和狗碗 而且晚上还是相攥的那种 王可可一收的菜单 从来不会重样 由专门的厨师 帮他营养均衡搭配 甚至比人吃的还要好 无数女孩梦想着每天穿一身的大牌服装 那是王可可的标配 甚至于王思聪还为王可可准备了一辆劳斯莱斯 专门供他出行 而王可可单独的微博账号 关注的粉丝就超过上百万 比一个明星的待遇还要好 王思聪还以王可可的名义 看了一家淘宝店 一年时间 王可可的店铺就突破了三百万的销售额 可以说 王可可完全能自己养自己 2017年 王思聪称要带王可可去北京避雨 飞机上的王可可肉眼可见的兴奋 而评论区360创始人周鸿一 也算是开了眼 比试周鸿一好奇发文 坐飞机让带狗吗 买儿童票吗 王思聪凡尔赛回应 不知道 我是私人飞机 这一波隐形炫富 让长居富豪榜的周鸿一 都哑口无言 而王可可的公主待遇还不止于此 为了照顾好自己的爱犬 王思聪专门为他请来了一位 狗保姆 专门负责照顾王可可 于是 赵紫义就名正言顺地 出现在了王思聪的身边 而因为王思聪的爱屋及乌 赵紫义也同样受到了贵族待遇 2021年 在王思聪的33岁生日会上 作为狗保姆的赵紫义 力压重网红 站在了合影的C位上 还被王思聪亲密地捏了一把脸 在这位国民老公的一众女友当中 赵紫义的受宠简直成胜不衰 熬走了王思聪的历任女友 身高1200的赵紫义 原本是模特出身 曾当过车模 也拍过平面广告 还曾是寒寒参加赛车比赛时的 撑伞模特 除了标准的模特身高 赵紫义还拥有令人血脉喷张的三维 据说 在2013年时 赵紫义曾以一己之力 帮王思聪挡了个酒瓶 从此变成了王思聪身边的红人 一时王思聪在夜店与人发生争执 对方手拿酒瓶就朝王思聪砸去 而正当此时 不知从哪里跑出来的赵紫义 正好替王思聪受了疑难 但是对于这个美女救英雄的电视剧画面 王思聪与赵紫义并未正视 但对于坊间的流传 也从未做出过否认 也有人说 赵紫义其实是王思聪的前女友 毕竟王思聪常年流连于花丛 身边的美女多得不像话 多一个赵紫义也不足为奇 但不管怎样 后来的赵紫义变成了王可可的保姆 几年来一直帮忙照顾着王可可 而王思聪对于这位狗保姆也非常大方 不仅斥资四万元给赵紫义买羊驼 还特许他住在上海的豪宅中 为了方便赵紫义出门遛狗 王思聪还特意为他买了一辆豪车 不仅如此 赵紫义还是王思聪party上的固定嘉宾 在王思聪的生日会上 他站在C位掩压群方 万圣节时 他又再次出现在了王思聪身边 除此之外 王思聪与历任女友谈恋爱时 赵紫义几乎都在场 王思聪与雪梨谈恋爱时 坐跳楼机还不忘给赵紫义留位置 与张宇新在一起时 赵紫义也与他们一起出现在了苏美岛 和沈雅廷谈恋爱期间 王思聪出去玩 竟然忽略女朋友 主动帮赵紫义推行李 不仅干当王思聪身边的电灯泡 还屡次挤走他正牌女友的位置 赵紫义这个朋友当的 怎么说都有点越界了 不过这些争议在赵紫义成堆的黑料当中 也只是毛毛雨而已 拿着帮王思聪养狗的钱整容 喷胖子骂农民 忍仗狗事的赵紫义到底有多嚣张 凭借帮王思聪养狗的身份 赵紫义也成了社交平台上知名的宠物博主 他经常在微博上分享 自己与王可可在一起的日常 也利用这一身份开设了自己的网店 并且还进行直播带货 大转特转 而有钱之后的赵紫义 也与众位网红殊途同归 萌发了改头换面的想法 先是在国内做了脸部的骨骼手术 随后又跑去韩国做了假体龙胸 对于整容 赵紫义毫不避讳 甚至还将自己整容的过程 发到了网上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整容博主 从骨骼手术到填充卧残 垫鼻子等等 全部公开透明 网友们也见证了他变美的过程 经过整容之后 他也从原本吐妾的普通女孩 变成了标准的网红脸 据说千前后后一共花了35万 但是外表可以通过手术改善 心灵的丑陋却没办法通过整容来完成 尽管赵紫义的确变好看了 但他依然没办法赢得网友们的好感 毕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好 领养之家的负责人收养了无数只流浪猫 而这里的流浪猫与赵紫义养的王可可不一样 他们能活着已经是最幸运的事 赵紫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观点在大家看来 简直是合不食肉米 而除此之外 赵紫义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挂很多素人的照片 只要是惹他不顺心 那他就必然会在网上来一波冷嘲热讽 据说王思聪的历任女友也没能逃过他的魔掌 他关注过专门黑雪梨的微博账号 也被爆料将斗德尔与前男友的合照发给某八卦账号 网上还流传出我子义不死而等全是非的言论 尽管网上常有王思聪为何常患女友 却始终不患掉他的质疑 但赵紫义确实多年来一直在王思聪的身边屹立不倒 如今 王思聪对王可可渐渐热情消散 狗的热度不在了 人杖狗事的赵紫义到底还能逍遥多久呢